说起长得好看的明星 其实有很多人 但是要说起先这个字 单得起的就不多了 而杨丽萍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 只是对于今年已经60岁的杨丽萍来说 接班人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 而杨丽萍的外甥女小采琪 此前一直被公认为是她的接班人 小采琪却在采访中公然表示 自己不愿意做杨丽萍的接班人 打过你吗 就算有估计我也不记得了 有什么打字 好像是有一次误唱吧 小时候 是杨丽萍的接班人吗 不是 不是一定要指定在某一个人身上 觉得他有整个团 有夏嘎杨舞还有我 觉得人选太多了 你想成为他的接班人吗 不是很想 为什么 你不是喜欢舞蹈 喜欢舞蹈就要当他的接班人吗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想成为另外一个 我不想当第二个他 也讨论